会洗衣做饭做家务吗 会啊 一个月能赚两万块钱吗 两个月能挣一千 家里就你一个 还有一个上幼儿园的哥哥 哎你这条件出来像什么亲吗 对不起啊哥 你咋过来的 我从村里做了一个拖拉机到了镇上 镇上坐公交车到了县里 县里又做了一个地铁到了市里 然后扫了一个自行车登过来的 你是过来得多长时间呀 八个小时啊 八个小时啊 这家里也没个车啥的 你开过来吧 哎你这过来一趟不容易 这这这张阿姨也太过分了 这提前都不讲清楚 就你这条件的 哎哎哎 打扰啥呀 你干嘛去啊 你刚刚不是没看上我吗 我啥时候说看不上你了呀 哎姑娘你是不是误会我了呀 你是误会我了呀 我没说看不上你 你看你一个月挣钱少 我挣钱多就行啊 你家里没有车 我有两辆车呢 都够用了对不对 算了吧哥 我配不上你 哎哎哎姑娘 你听我跟你说呀 你看到了吗 这后边啊 我们家有三栋别墅 然后呢 你看前面这个沿街了吗 哦 这都是我们家的 以后你嫁过来啊 在家啥都不用干啊 啥都不用管 还有带你去购物的 有管家 有伺候你吃饭的 有伺候你穿衣服的 有给你洗衣服的 买奢侈品呀包包啊啥的 你每个月啥都不用干 你看前面这几栋楼了吧 嗯嗯哎这都是我的租客 每个月33号都会给我交房租 你每个月33号你收租就行了 你你条件这么好呀 对啊我条件这么好 你能看得上我吧 好着呢好着呢 那行那走我带你去吃饭吧 我带你去吃西餐 不用了 吃牛排喝红酒 不用了我回家 你不是看得上我吗 你为啥还拒绝我呀 我家还晒着麦子呢 麦子你要回家收麦子 对啊这个天又下雨了你看 那你咋回吗 你又又倒回去啊 啊哎呦我天哪 你这样吧 我车在那停着呢 我把你送回去吧 不用我半夜赶到家就行 哎不行啊你回去都太晚了 再说了咱俩今天都相亲了 然后你对我很满意对吧 主要是我家太远了 你就说你对我满意吧 挺满意的 就是你认可了我 我今天我就要把你送回去 知道吧 我家有一千多公里呢 一千多公里啊 嗯 开车得多长时间吗 得两个小时啊 这不才两个小时吗 那能怎么样吗 对不对 我们好不容易就是说 郑阿姨把咱俩吧 撮合到了一块 你看你就听我的 我开车呢把你送回去 我见不得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你看你身上穿的衣服这么单薄 这雨一会还得下 你回去太晚了你知道吧 不安全而且你就一个人 你听我的 我开车把你送回去 那行哥谢谢你啊 没事谢啥嘛 哎对了 叔叔阿姨在不在家呀 这天要下雨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 那反正要不这样吧 我直接这次就相当于 一次直接的提了东西 去见一下你的父母吧 我把东西买一下 然后直接把你送回家 太快了吧哥 我告诉你啊一点都不快 现在什么年代了 咱速度要快一点对不对 你别买了太贵了 哎呦没事 要不要不去镇上买吧 你你买的大城市东西太贵了 这镇上能买个啥吗 我在城里我买好的买贵的 你知道吧 买好的买贵的 咱有面子 哎你提回去 那村里人都能看得到 是吧 村里人一看 哎这谁家女婿 这边提了个啥啥啥的 在城里买的 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走就行了 那你手买点个 你你不用管了 我车停那边了 咱走过去 行行行 从这走 行 走 哎姑娘 这我车 你赶紧上车吧 你要开啊 你会开不 我不会开 你不会开 你坐后面吧 行行哥 要不你坐我旁边副驾驶 没事哥 我坐后面就行 那行吧 副驾驶以后 有的是机会坐 你先坐后边吧 来我给你开开 哦 好谢谢哥 没事 坐慢点啊 小心点 把伞拿上 行 啊背楼也放上 好再拿瓶绿茶吧 哥 哎姑娘你咋进来了 我怕你买的太多太贵了 花点钱算啥呀 主要是第一次见老丈人 咱不得体面点吗 哎 我给叔叔准备了三条滑的 这不管到时候用不用得上吧 然后不知道叔叔喜欢喝什么茶 我给他买了红茶 这还有绿茶 这还有乌龙茶 你到时候这三种茶 叔叔喜欢喝哪个就喝哪个吧 这个茶我看挺还挺好的哈 你看 晶莹剔透的 气味又香如蓝呐 这这太贵了吗哥 这花的太多了 哎呀这都是小钱 你这来 没事 老板来你装一下来 给他算一下多少钱 好一共三十八 三十八 这么贵呀 你这小伙子第一次过上了一家 怎么还扣扣扣扣的呢 我那不是扣扣扣扣不扣扣扣的 你你这样吧 你便宜点 你抹个零三十行不行 你不行我走了 哎好 回来回来 好吧好吧 啊你那行你装起来吧 好好好 哎这钱给你扫个去了 行好嘞 哎行没事姑娘你先上车等着我 哦行行 行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好行 忙着啊老板 好嘞 哎六妹 张阿姨说你没咋升过学啊 嗯 我是酒吧五毕业的 然后又去海外留学的 留了三四年才读了个研究生 研究生 你好优秀呀 也就那样吧 哎你看这是不是回你们村的路呀 是 哎呦我天呐 这还得开多长时间 还得开个二百多公里吧 得二十多分钟呢 二十多分钟啊 嗯 也不算很远啊 嗯 哎 你看咱刚出发了那时候那雨啊 轻飘 轻泼大 飘 飘 轻 轻盆大雨 啊哈哈 轻盆大雨的 那雨才这么大呢 说停就停了 它 说停一会儿还要下呢 啊 你们山里一会儿还下雨啊 你们山里经常这样 那那行那你坐好了 行 啊 你看这路啊 行行行 好好好 哥 哎姑娘 这就要到我家了 哦 这就是你家吗 你嫌弃不 这说啥话呢 这怎么会嫌弃呢 我就是怕我带这东西就不够 够了够了 你肯定花了不少钱 这这应该会喜欢吧叔叔啊 我爸应该会喜欢吧 啊那你家我拿走啊 红车上去就到了 这上去就行是吧 那行那咱走吧 哎呀 拿这么多东西建商人有牌面哦 哥 哎姑娘 到我家了 这就到了 对啊 哎你们这边好舒服啊 这环境真好呢 天里都这样 哎对了姑娘 这这笼子这是关啥的 关野猪的吗 关羊的 哦关羊的呀 哎对了 叔叔没在家吗 这天没下雨 他应该出去干活了 干活去了 嗯 我这还想着亲自 亲自把礼物交给叔叔呢 没事他晚上回来 我和他说 啊那那行 那这我给你放笔鲁里吧 行行行 你拿回去 谢谢你啊 哥你在这两块会儿啊 我去给你做饭啊 啊行 不用太简单了啊 行没事 啊好嘞 我家常便饭 好 哥饭做好了 不是 你这是抱了谭的咸菜上来吗 这不是咸菜 这是我们当地的剁椒姜片 姜片啊这是啊 嗯 姜片这还能腌着吃啊 当然可以了 冬吃萝卜夏吃姜 我们山里人夏天都爱吃姜片 夏天吃这个挺好的 这看着倒是还挺有食欲的呢 哈 那我给你加点 行 哥你尝尝 哎 这看着倒是挺有食欲的 但是 你放这么多辣椒 它会不会太辣呀 我平时不咋吃辣的呀 不辣的 我们平时就揪个馒头 揪个稀饭吃都很香的 那行那我尝尝啊 行 哎这看着倒是挺有食欲的啊 哇塞 嗯 好吃吗 真的不辣哎 好吃吧 这也太好吃了 哎再来一块啊 嗯 嗯 吃起来酸酸辣辣的哎 又脆又爽 越嚼越香的 太好吃了 对呀 我们平时就配个米饭吃 揪个馒头 揪个稀饭吃 特别下饭呢 哎确实好吃啊 而且我们用来炒菜呀 拌个凉菜都很提味的 哎是啊 稍微等会儿啊 我再来一块啊 哇塞 嗯 嗯 真的好吃啊 而且这个吃起来啊 又脆又爽的 还没有生姜那种冲味的 哎对了姑娘 这个是咋做的呀 这么好吃啊 这个是用我们当地新鲜的生姜 把它们切成片 放在咱们这个老台里 腌制一阶段 加点剁椒 加点调料 再腌制一阶段 这属于农家做法 再加上我们这独特的地理环境 和特殊的天然气候 做出来肯定香啊 哎怪不得这么香 我估计其他地方也做不出来这个味道吧 对啊 哥你多吃点 我去给你盛点稀饭 行麻烦了啊 没事 哇塞太香了啊 哥你再喝点粥 哎行行行 这馆头都吃完了呀 这馆头都吃完了呀 够不够呀 我再给你拿 够了够了 已经吃饱了 那就行 哎对了姑娘 你这个泡椒姜片啊 吃起来太好吃了 酸酸辣辣的 口感脆爽 真的是东吃萝卜下吃姜啊 我们山里人夏天都爱吃这个姜片 哎 确实挺下饭的 哎对了姑娘 你这个姜片这么好吃 在哪能买得到呀 哥你要买啊 你不用买 你走的时候 我给你装点就行 是这样的姑娘 我想买回去一点吧 给我公司的员工呢 发发福利 让他们都尝尝这个姜片 真的太好吃了 哦要买这么多呀 对 那这简单 你直接点我头像进直播间就能抢了 这正在直播呢 对呀 行 咱们倒手是两罐 一罐是280克 两罐是560克 倒手两罐不到30块钱 给你报优到家呢 这么划算吗 对呀 一斤还不到30块钱 而且倒手两罐 你可以吃很久呢 那行啊 我马上就去买啊 行行